是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把創新 就集中在藝術領域 因為我們 總是相信一個神話 似乎这个实话也是合理的 就是艺术是独创的 那艺术家一定要独创风格 其实我们把艺术家 能够独创风格的能力 也常常做了夸张的想象 没那么容易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背影 一方面风格是学来的 著名的美术史家 公布里希一再强调 绘画要向绘画学习 当然我们更加相信了 另外一句话叫 绘画要向自然学习 但是很简单 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学会 如何画山 如何画树 如何画草 如何画人 那你就去面对自然去学习去 什么学习的 画不了 你在面对自然写生的时候 你现在学习如何画树 如何画山 如何构图 那么如何才能够学到这些东西 那只能像前辈学习 像绘画学习 像中国传统绘画 就是师傅把一个稿子给你 你就临摹完了 是吧 我再看看我们广东作名画 叫李宗才的那个上课的那些 刚好是都出了一本书 李宗才山水教学 那你们告诉我们一天啊 这个画石头 这个黎玉玲是这样画的 黄公望是这样画的 这个王猛是这样画的 这个 谁谁是这样画的 那么你满脑袋的这些画法 然后跑到自然去 那你这样自然就看到黎玉玲的石头 看到黄公望的石头 看到王猛的树了是吧 所以黄公望的石头才说 其实绘画只能像绘画学习 所以他还打了个笔墨 发的绝丧 找到一个中国 找到一个中国画家和一个油画家 这个去一个对一个风景写生 中国画家就看到满眼的笔墨 所以画笔墨 这个西方油画家他学的印象派 他看的是外观色彩的变化 究竟谁正确谁不正确呢 其实都正确 他们都在自然中看到自己曾经学到的东西 所以要像绘画学习 但是 绘画要像绘画学习 于是抄袭问题就来了 而且大家不认为 风格越强烈的也越不好学 因为它越容易被指责为抄袭 比如说 我们用繁高的技法去画画 我们一看就知道 你学的是繁高的技法 你至少脸上无光吧 因为繁高的技法太突出了 已经被精神病学家证明是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画的那种笔法 如果你这样画的话很难获得认同 比如说现在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张小刚 不过大家不会认真看他的毕业创作 他的毕业创作就是用繁高的画法去画西藏的两个女性 当然当然不成功了是吧 因为我们觉得他学繁高学的太明显 风格太明显你很难去 但是难道写实就不是模仿吗 比如说我画的非常写实是吧 大家一看像冷军那样画的对象完全一样 没有人指着这是模仿 为什么写实就不是模仿呢 其实写实也是一套程序啊 是吧 写实也是一套程序啊是吧 只不过这个程序 让所有人看了之后就得出一个概念 哇好逼真啊虚虚如生 虚虚如生也是模仿 为什么我们不指责写实是模仿 反而容易去指责那些风格突出是模仿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风格是不可学的 这是悖论的 一方面风格是学的 一方面风格是不可学的 风格学的意思就是绘画要像绘画学习 前面说过的 风格不可学的就是 是鲜明的风格 你越不可学 那什么叫鲜明的风格呢 就是很明确的画法咯 那谁告诉你写实不是一种画法 当我写实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说我是抄袭呢 我在想千百万画画的人画瓶子画罐子 学习一套写实的方法 他们拿那就不是抄袭吗 他们其实也是抄袭 是吧 为什么写实就不认为是抄袭 我们只能说写实是守旧 是没有创造力 所以实际上我们再往下延伸的话 虽然我们无法对创新或者创造力做出定义 但是我们发现它暗的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画画的人 如果他想获得被人夸奖的独创性或者创新 他至少要偏离他所学习的 或者别人所了解的风格或者画法 但这个偏离很难的 很不容易的 那么 于是呢 为了达到这一步 我就学了一些风格特异的东西 把它放在自己的画里面 比如樊高的那种柳麻花式的笔触 放在自己的画里面 或者把这个塞上的方块 这个集合体放在自己的画里面 但是你放的过多了 就是明显抄袭 我说这个抄袭还不是 曾经讨论过的那种很典型的 完全几乎一样的抄袭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体现创新 所以它是个难题 其实 严格来讲 如果讨论的实际的话 不是一个很容易讲得清楚的 也是使所有的艺术家 现在应该两难 一方面 要努力学习前人的伟大成就 努力去写实 掌握一套写实的技法 或者观察的方法 另外一方面 你的创新了 你就离开这个套套了 那如何离开这个套套 离开什么程度才行呢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 步伤是伟大 那所以我想 他直接把小便士搬过来 他直接嘲笑他 我就想问 那在中国这种语境下 感觉好像就没有这么鼓励创新 就比如说传统的中国话 他还是很强调这种所谓的 传承的这种关系 如果你跟一个画国画的人 你跟他讲 杜尚的这种颠覆的话 他完全是不接受的 而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他们也不是那么接受 这种就是所谓的突破性 或者颠覆性的东西 往往都是说 你最好有一个什么衣照 给我做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感觉是这样子 而且感觉做一个设计最好不要太花钱 做出来看就好 这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呈现 西方尤其印太曼之后 为什么都叫做现代主义绘画呢 或者现代主义艺术呢 到今天为止都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 各种各样的讨论 的确他们好像进入了这样一个情境中 就是一个艺术家 或者被我们所认可的艺术 他应该跟前人不同 他应该要出格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出格的竞赛 你这样出格 我能那样出格 对 到今天就这样 或者说他们那里有一个氛围 就是一个艺术家如果被大众认可 你就必须有一个属于你的一个 就是态度 态度或者你的一个做法 当然我们会把这一些态度和做法 给他一个美好的 或者说严肃的评论叫做批判性 批判性 对 但是这种批判性 当它成为氛围的时候 其实不等于说每一个批判性不成 每一次的创新都活得功能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总体氛围下 大家都似乎在拼命的寻找 可能属于原创的或者说 偏偏在想一个如何才能达到别人 没有的 那么这至少是一个风气吧 一种鼓励 那么大家就会在一个创新的路上 竞赛 虽然我们对创新还不能够有 准确的定义 但至少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是可能属于自己才有的东西 那么至少就成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状况 但好像没有西方那么明确 中国是不是自己文明更长久 或者承袭的风气更浓呢 其实包括所谓当代艺术 也是很令人生意的 我记得著名的美国的画廊 佩斯画廊在诺角798 经过紫细的云拿 他们做的第一个展览 我觉得人家用意很深 甚至是图谋不轨 他们的这个展览 题目叫《遭遇》 非常有意思 题目叫《遭遇》 我印象非常深 我在北京看那个展览的时候 我说这个车展 您可以说是心怀归胎 什么叫遭遇呢 比如说这边放的是一张 王广义的大批盘 那边就放一张《遭遇》 那么他们的确是遭遇 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教育 他是不是讲 他那种讽刺 你不是从哪来的吗 后来王广义 不断否认自己是政治波谱 可能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是吧 刺激是吧 这边放一张张阿刚的一张油画 那边放一张李希特的油画 反正就是说 中国最有名的这些大腕 著名的风格突出的作品 和西方同样是大腕 跟他们显然存在的 某种或明或暗的联系的作品 放在一起 他们遭遇在一起 正面的解释就是 你看他们遭遇了 东西方遭遇了 但是 但是因为西方在前 中国在后 那么是不是正常人也满怀的一个 我刚刚说的心怀鬼胎 或者说是暗含批判 所以你们这些人多少还是有涉嫌抄袭的 可能呢 当然我们不能说抄袭 是吧 我们只能说裸用 因为他不是一模一样 因为像叶永青明确抄袭的作品 就不会存在这个地方 不管他 首先他所抄袭的对象 比利时那个画家 就名不见青串 而且策展的人 大概也不会那么愚蠢 所以可能也不会把广州 这个米飞兔和摩巴米飞兔的作品 放在一起 是吧 因为 因为 连盘子的豆子的多少 数量都一样 这个 这个 哎 是吧 但是那个展览 我留下很深的 留下很深的 这个遭遇 所以 当时大家看了以后 苦笑 或者会心一笑 然后好像就很得体 这就是策展们的厉害 很文明 很文雅 但是不是内涵 譏讽不是都好 只能大概这样说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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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